聯賽杯決賽車路士對利物浦 來到決賽兩隊都是Full Team上陣 車路士杜曹近期有嘗試作出轉變 擺脫低迷狀態 不過今場來到決賽對利物浦 決定用較擅長的三中堅出戰 排陣與上次英超對決一模一樣 當時雙方打成2比2 而利物浦都是大同小異 繼續4-3-3,改用文尼打正前 達雅斯1月加盟以來都得到不少機會 而且表現都尚算不錯 利物浦當然未繼續打全場迫搶 三箭頭剛好對著車路士三中堅 而三中場兩邊Henderson、基達則對著車路士雙中場 理論上利物浦可以完全應對車路士中後場中路組織 令車路士難以順利組織,只能回後 回給門將文迪後 車路士三中堅盡量拉闊 打三中場的確有足夠人手man mark車路士雙中場 利物浦迫搶必須要集中陣營 大家都知道 當車路士在一邊開界外球時 利物浦整體集中一邊 三中場收得非常窄 甚至右閘阿諾都過中線 很容易留意到對邊的阿朗索兇 當利物浦三箭頭對車路士三中堅 兩側中場Henderson和基達 又去對高華錫和簡迪時 車路士兩邊翼衛在中場 理論上沒有人看管 這邊可以見到左閘羅伯神 需要上前防守愛斯帕古達 當左閘位刺了 利物浦整條防線都要進一步移過來 可以見到雲迪克已經貼近邊線去防守佩理石 相對右閘阿諾亦會更加離開右邊 所以只要車路士做到快速轉邊 找到對邊翼衛 利物浦相對位置的集位球員 就會很難去防守 今次同樣都是隔個球 利物浦三中場都靠過來同一邊防守 夏威斯今場作用頗大 而且打得不錯 他從前鋒位墮後增加車路士中場人數 吸引Fabinu防守 Mondad與佩理石明顯站在利物浦防線兩側 令利物浦防守分成兩截 而迫搶其中一個弱點 就是面對用球能力不重的敵人 很容易因為過度進取而失位 Fabinu這球明顯太集中在球中 而脫了夏威斯 夏威斯成功在防線前轉身後 佩理石再走對角線 將中堅Wendyk拉走 Robertson就立即同時面對夏威斯 以及一直在遠邊等待的Izpacueta Robertson必須退後封住Izpacueta落底路線 反而包左越位位 佩理石在中間成功接應全中攻門 可惜射得太正 是一次非常黃金的機會 在比賽一開始 車路士都有嘗試前場迫搶 利物浦雙中堅拉闊 再利用門將在中間形成三中堅格局 而夏威斯則嘗試在一對中堅之間封阻旗轉邊選擇 一對進攻中場在後一格嘗試遮住中路路線 目的都是想逼利物浦去邊 然後見到翼衛阿朗索壓前防守阿諾 但站位都是先靠近中線迫對方去邊路 而Kindersen亦同往神一樣從中場走到右路協助阿諾 不過Alonso都見到Kindersen的走位 所以埋阿諾身時故意先封阻Kindersen的路線 令阿諾不可以向前 夏威斯及Mont再順勢阻擋阿諾其餘短傳選擇 車路士用最少人手成功阻礙利物浦組織 可以見到車路士組織時 利物浦三箭頭繼續man mark三中堅 Monten亦一邊遮住Kovacic,一邊向前給壓力Tagosuva Kindersen再緊貼Kindersen 所以Tagosuva只能傳給Isk-Pakouda 傳給Isk-Pakouda後 Robertsen壓前 Jundek再率領防線而過來支援 防守方法跟之前所講一樣 但今次Isk-Pakouda拿球後 沒有急於轉身向前 反而面向中路 增加自己可視角度 亦增加自己全球選擇 再傳給Kindersen的花曬 令Kindersen不可以即時搶奪皮球 Kindersen有時間有空位 順利轉身 傳球後亦都指示隊友可以轉邊 Tagosuva第一時間斬去Alonso的方向 車路士成功轉邊後 可以見到Alonso有大量空位 而利物浦三中堂仍在對邊 Alonso要同樣面對1打2的情況 只能退後等隊友過來支援 Monten再走Alonso身後成功傳中 比賽發展下去可以見到車路士 慢慢放棄前場防守強度 Caweiss繼續在中間截斷一對中堅聯繫 Monten亦嘗試一邊遮住Fabinlo 一邊押向Madeepro 但Madeepro輕鬆傳給空位 便可以給Fabinlo 原因明顯是車路士雙中場選擇緊守中路的崗位 很可能在防止失位後被墮後的Mane利利用身後空間 而Pelicic比Monten更少壓前 主要因為Robertson比Alonso更加常貼近邊線壓前 Alice Pagoda又要收後防守Dias Alice Pagoda又要收後防守Dias時 便非常依賴Pelicic回防助手 相反另一邊Alonso近期較常貼近中路 有較多時間比Monten回防 所以今次可以見到Pelic稍微壓前足少少 已經有足夠空位讓Robertson長區直進過半場 Dias把Alice Pagoda拉走 Mane再在查路包的盲眼位走直線 所以Pelic不可以壓得太前 而Savis和Monten在前面的站位遮線 可以最大限度限制利物浦進攻方向 一個負責遮,一個負責迫 其實也蠻強的 車路士有蒙特在前面真的不同 再加上中場有Candic 這裡可以見到他壓前去對吉達 理論上車路士得一對中場 壓前是非常冒險 而且可以見到Lipopel在中場 完全擁有人數上的優勢 Covacic追著Mane不讓他入中路 Mane被迫都是要回後 因為車路士的五人防線仍然非常齊整 站在最後 過得一個都過不了第二個 Candic也把時間從前面跑回來中場位置防守 只要迫到利物浦回後 就給了時間車路士重組陣型 Pelic繼續防守Robertson 利物浦基本靠三箭頭直接挑戰車路士的三中堅 但車路士今場三個中堅都非常集中 可說是毫無破綻 而利物浦在中場人數優勢令車路士難以保持迫搶 這球Alonso再次嘗試壓前去迫阿洛 但仍然可以輕鬆傳到給Pavino Mondatan大雙手表示為何沒有人壓前去支援 主要原因都是中場人數不足 Candic及Covacic並排站在中路防線前面就最安全 沒有一個空間給他們壓前 迫利物浦去兩邊留給中堅去應付利物浦的前鋒 這球Alice Pagoda從右閘位衝前逼Dias回後 Dias回後Alice Pagoda再順勢迫Robertson Alice Pagoda衝前後Pelic是理應省水補右閘位 跟回Dias 但Pelic始終打前防守意識一定差一點 Dias一加速跑到車路士右閘位 又是要查路巴移過來幫手 在前面繼續形成三箭頭對三中堅 三箭頭集中一齊亦令三中堅集中 變相中間形成大量空位被基達軟射 這算是利物浦整場比賽最最黃金的機會 都被Mendy翻身救到 利物浦去到上半場尾段仍然維持前場迫搶 前鋒對中堅,中場對中場 可以見到中堅馬迪普甚至被Favino壓得近前搶 這亦是利物浦迫搶其中一個成功原因 但車路士整體防守真的做得很好 前、中、後都清楚自己的工作 Savis、Mundt、Jesse迫利物浦從兩側去 利物浦整場有51%從左路進攻 Pelic在對應邊線明顯被Mundt推得近後防守Robertson 最重要就是一對中場 在中間雖然經常被overload 但一人走多一步 再加上緊密連繫 完全做到1加1大過2的效果 不過這個中場較注重活動能力 沒有Jorginho只靠高橫石 很難解除利物浦迫搶壓力 所以到中後期 車路士都偏向引利物浦壓前後 由Mundt大腳踢上前 Mundt今場有20腳長傳為兩隊最高 不過車路士前場不是Lokaku 大部分長傳都被一隊中堅破壞 其中Mundt贏得8次爭頂 亦是兩隊最高 車路士繼續注重陣型防守 阿朗索壓前去對阿諾後 就這樣看有點像4222 在中路形成一個包圍網 中間好像很空 Henderson都叫阿諾先回後 但阿諾被空位吸引傳給中間的Mundt Mundt一控掉少許 Govacic馬上到 馬上山閘搶了控球拳打反擊 車路士又下一次非常黃金的機會 Mundt竟然射邪了 去到下半場車路士維持有限度迫搶 真正投入的只有3個球員 一對中場繼續在中路中路防守 阻止Mundt從中路進攻 Mundt的就是一次反擊的機會 車路士拿回控球拳後 可以見到Mundt陣型立即變得集中 3中場都站在中路阻止Govacic 但Mundt的433 不同343有翼衛防守邊路 太過集中就會暴露兩邊空位 Mundt再站在阿諾旁邊 令阿諾不可以上前防守阿朗索 阿朗索就有足夠時間看清楚局勢 給到中間的佩利錫後 加上對面後上的埃斯伯古達 已經形成3打2 最終Hawic成功傳中 佩利錫門前指差一步 再次見到利物浦的陣型非常收窄 3中場繼續集中在一起 車路士三箭頭站在利物浦四人防線的虛位 完全控制住利物浦的防線 阿朗索就立即大轉邊 給對面的埃斯伯古達 不過比厚了一點 令大阿斯有時間回防 對著Robertson做不到2打1的情況 不過佩利錫轉出來後 對邊的阿諾就正正面對這個1打2的情況 Zara沒有回防 Henderson亦沒有注意 阿諾一個打2個時 就以為佩利錫轉給阿朗索去捉路 誰知原來比Mundt先震 就完全跑掉Mundt 可惜Mundt又一次錯失黃金的機會 雙方戰術都明顯有優點和缺點 兩邊的令隊都沒有再特別做出針對性轉變 靠球員在球場上發揮 車路士三中堅對決利物浦三箭頭經常出現 但長期都要講 車路士中堅真的很集中 Taiagosiva在中間指揮約定 包了很多球 Charlouba、Rudiga在兩邊面對Daias和Sara 都沒有處於下風 Charlouba有3次成功產節 6次Interception 4次解圍 Taiagosiva、Rudiga分別亦有12次和9次解圍 你說三箭頭做到真正有威脅的攻勢 可能只有幾次 總結這場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決賽 雙方都打得非常好 球場上22個球員都信心爆棚 打和打到42碼 再去到最後一輪才分到勝負 完全反映到這場決賽雙方差距有多小 兩隊戰術都有強、有弱的地方 但雙方領隊從頭到尾都沒有重大變陣 沒有特別堵塞流動 換人大多數都是位換位 證明雙方都非常滿意各自球員的表現 中途換陣反而有可能得不常失 大家都是等一個決定性的機會 炸壺大家都吃了幾次 而且雙方都有不少黃金機會 利物浦壓迫打法令車路士難以順利組織 但過度集中迫搶令兩邊形成空位 車路士幾次黃金機會都是這樣而出現 但亦因為迫搶的打法令這些機會次數減到最低 而車路士迫搶又不算太多 比較集中在陣營防守 球員狀態上未必有利物浦那麼fit 但決賽每人走多步足以拉近距離 門將、後衛、中場、前鋒都達得非常好 唯一要挑剔的就是幾次黃金機會都轉化不到 成為決勝的一球 最後12碼輸都真的無法 這場比賽值得大家再三回味 即是我叫大家看多幾次 我們下條片再見